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告诉我在明了那个路啊 你要想修佛 你在佛法里遇不到一个明白人来指你路 那就糟了 这个路走不通了 越迷越深 那不是佛法了 这就相当相当困难 所以说一定要有好老师啊 那个真正的好老师 说实在话是可遇不可求啊 到哪去找去啊 找不到啊 就看你拥有运气 运气好 那就碰上了 运气不好 找一辈子找不到啊 到哪去找 纵然找到了 他跟你讲 你相不相信 你也不相信 那是枉然啊 遇到但愚没有遇到 所以善知识是欲缘分 真的是可遇不可求 现代人哪个是善知识 我也不认识 但是我们想想 古人总是可靠 距离我们最近的 映光大师是善知识 这个几乎是现代人 大家都公认 我们依他做老师 大概没错啊 映光法师也不在了 往生了 我到哪里去找他 映光大师全集在 你只要老老实实 依这个全集去修行 就是接受 映光大师的教导 那就没错了 我依他老人家做老师 可是要记住 依他为老师 决定不能听别人讲经说法 你要再听别人的 那你就不是真实中道 你违背老师 只可以跟一个人说 不能跟两个人说 跟两个人说 两条路啊 跟三个人说 就三叉路口啊 跟四个人说 就十字街头啊 就无所适从了 你就决定不成功 所以只能跟一个人说 也只学到你自己成就 什么成就呢 有能力就先行进 智慧开路 不被外面诱惑 不被外境动摇了 心里的自己有主宰 智慧先前 这个时候啊 可以听 什么人讲经都可以听 什么书都可以看 对你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我一听你的 你哪个地方讲的对 哪里讲的不对 我怎么知道 我不会盲目跟你走 你有这个本事啊 就出师了 就毕业了 可以离开老师 可以到外面参学 没有这个本事 就老老实实跟着老师 一步也不能离开 学生对老师 要有决定的信心 不能有丝毫的怀疑 老师的教导 要认真去奉行 要把它做到 这是一丝啊 所以事出事件呢 说实在的话 丝非常非常重要 关系我们一个人 一生的成功事实 无论是道业 学业 四业 四的关键非常重要 无论出家在家 无论事发佛法 要想成就得显 成就学问 成就四业 佛家讲道业 第一个因素 清净善知识 你看看 世尊在阿南文 世佛基雄经里面 第一句话 就叫我们 亲近明思 接受明思的教育 这个明 是讲有道德 有学问 有修养 不是明气大的 知名度高的 那个没什么用处 真正的 有修 有正的 这样的善知识 真善知识 你亲近他 接受他的调教 依教奉行 你会有成就 你对于善知识 疑惑 没有信心 你跟他再多年 也不能得利 你还是一个凡人 凡人 信节明气 这个很重要 给老师要有信心 学生 究竟有多大的成心 可以说 是给他老师信心 成正乎 他对老师有十分的信心 他就有十分的信心 他有两分的信心 换句话 他也比较两分的信心 所以对于老师的信心 非常重要 我们要求好老师 哪个是好老师 你最尊敬的 最相信的 那个老师 就是你的好老师 这个老师再好 你对他不足信心 温柔出的 他教不出你来 你心目当中 最尊敬的老师 你听他讲东西 不怀疑他 他所教给你的 你会因焦分析 你才能真正得到利益 所以这个 选择老师 选择心目当中 必尽敬的 你跟他 就不会说 结 老师教导的 要能够理解 要能够记得 记得不 也没有用处的 是要记住啊 佛给人是一惩罚 但是每一个人 接受了多少 不一样 这个道理到现在 没变呢 一个老师上哭 十几个学生 在听哭 每一个学生 得到的不一样 这个云烟在那里 程度不相等吧 在佛法里面讲 善跟佛德不一样 还是应光法师 这句老话 一分沉浸 得一分礼 十分沉浸 得十分礼 这什么道理的 很简单 学生对老师 真佩服 真恭敬 真想学 他得的东西多 对老师不恭敬 对老师敷衍 他得的东西 都得不到 每一个学生 心态不相同 获得的利益 不一样 我们看得清楚啊 我们看看中国历史 禅宗里头最著名的 六座慧能大使 请见他的人多少 实际上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概略古迹 我想 不会少过十万人 成就的几个呢 四十三个 这坦尖学 那四十三个 为什么会成就呢 尊死重道 一教奉行 其余的不成就的 什么原因呢 他也尊死重道 没有一教奉行 所以不能成就啊 例子太显然了 老师同样教诲 同样劝导 同样苦口婆心 为什么有成就 有不能成就 没有别的意 一教我方式 换一句话说 凡是不肯以真正行动 对付自己的 都不会成就 真正有成就的 下定决心 对付自己 克服自己的 妄想 烦恼 欲望 要真正做客气的功夫 克服自己啊 自己这个不好的习气 一定要各处 痛该前非 你才能有成就啊 不能改过自新 决定不可能有成就 你这一生 不管你做多少好事 利益社会 利益终身 重其量 六道轮回里面 游漏佛报而已 这些四十真相 我们要清楚 要明了啊 真正好老师啊 学生的态度 要端心不犯 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呢 养奉英伟 这样的学生 绝对不会成就 成就 我们自己得利益了 不是老师得利益 我们得什么利益呢 我们的境界提升 我们这一生的苦 脱离 乐得到了 我们就得这个利益了 佛经里面叫利苦得乐 我真的得到了 所以我相信佛陀 我感激佛陀 将来决定我认 我们的境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